耶和华雅 尊大能力 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手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你也治理萬物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我們的神啊 現在我們稱謝你 讚美你榮耀之名 天唱神歌清重上主 眾主祈功宣傳名 尊主祈祂恩受聖碑 願聖救恩獻大能 祂向天下萬國萬俗 表將公義獻為榮 請救世恩堅守世民 願不列述他百姓 獻唱神歌清重上主 全地已知他的性 各處各方都當歡慶 地獻祈祝和爾擠和爾 祈語場地獻稱 祈語無尊 呼声盼牌 地上海中一切万物 每集众声显敬拜 但愿江河拍手欢喜 群山呼应众真神 上着岸他恭敬正义 心盼万光趁赶林 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二十四至三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这个爱哪个 就是重这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非聊 也不中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非聊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 私类史售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八盒花 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 也不防善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索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大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顺的人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雕在牢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爱帮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亲爱的天父 创造天地万密的主宰 全能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不单只用你的大能 铺张穷仓 创造生命 你还以你的无限的前爱 和信实 日复一日 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现在就恭敬地 将今天的顺败 呈现在你的面前 求你越纳 好使我们的心 就得到满足和快乐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空中 在这个Zoom 来给此见面 这个是神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福气 或者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的名字叫做冯大卫 我就从香港过来的 来美国已经是四十多年的时间了 四十多年的时间 我在德州读神学的 读完之后我就去了加拿大 多伦多 哈利福克 再去到这个Tamper Florida 木会 然后再去到卡利福尼亚 木会 转展差不多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就在这个木会的工作 做教会的牧师 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在2018年我就退休 就搬上来华盛顿 来居住在西雅图的地方 因为我两个儿子是搬了上来的 所以退休了 我们就不如搬上来 近一点儿子的嘛 另外还有一个大女儿在加州的 我们三个儿子都是长大成人了 有自己的工作 祝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今天很感谢主 何全道吩咐我 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那我们不如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祈求天父与我们同在 借助你的话语 来到鼓励我们 怎样成为一个天国的公民 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 怎样预备永恒 求主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今天这个崇拜的时间 叫我们虽然在这个电脑面前 或者是电视面前 在网络的敬拜 但是我们的心是集中在神的身上 我们的思想在神的话语当中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这段的时间 就是成为一个永恒 有价值有意义的时间 我们这样简单祈祷奉耶稣命求 阿们 那今天呢 祝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要成为天国 的公民 那主耶稣呢 他讲过一段 很出名的一个经节 就是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个求呢 就是说追求的意思 我们要追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那么我们下面就会解释 什么叫追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呢 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都是讲过 天国近了 你们应该是悔改 是相信福音 天国近了 今天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大家现在更加明白 什么叫天国近了 第一就是耶稣降临的时间 耶稣再回来的时间 是很快会到了 随时会回来的 很多人都说 现在在2020 好像一个世界末日的预兆那样 另外一个天国近了 就是说 我们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 我们什么时候会归回永恒呢 我们没有人知道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一下子不小心 我们就可能会令到病 离开这个世界 不知道在电影前 有没有朋友呢 有些亲人呢 离开世界 我们知道 每个差不多很多的家庭里面 都经历到这些 这样的所谓悲剧 在当中 我自己也是一个亲戚 他也是在三月的时候 是遵到这个COVID-19 就离开世界 我们相信真是天国近了 我们应该是悔改 是相信福音 所以我们要准备 有人说我们人生里面 不同的准备 准备很多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准备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准备就是 成为天国的公民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 进入天国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 在当中 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要成为 天国的公民 或者大家如果有记性的话 也记得这节的圣经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就想到人向神的祈祷 一个功能式的祈祷 什么叫功能式的祈祷呢 就是我想要什么 是求主给我 我想要怎样 我想要发财 我想要有健康 我想要有长寿 是求主给我 但是我们知道 圣经教导我们的祈祷 追求是以神为中心的 就是神的国 神的义 我们要追求是神的喜悦 神喜悦 我们成为祂的乙女 成为天国的公民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点 我今天会分享三点 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就是我们要盼望 这个天国的降临 第二我们要努力 跟从主成为 跟从这个天国的王 第三我们要忠心 履行一个天国的使命 分开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 先说盼望成为天国的公民 究竟天国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在香港的弟兄姊妹 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香港又再进入一个新的移民潮 很多人要离开香港 以前1967年的时候 香港有暴动 很多人离开香港 然后97回归之后 很多人就要离开香港 最近2020 是更加多人要离开香港 要找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环顾整个世界 其实有什么国家是好的? 是理想的呢? 想一想 想一想 这个世界 其实每一个国家是理想的 每一个国家是有太平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困难 特别在这个疫情全世界那里 你好像是没有地方躲 你找不到一个地方 你觉得是值得移民 值得去那里 值得去那里 但是我们深信 天国是我们值得移民的地方 天国为什么这么宝贵呢? 第一个天国的宝贵就是 天国是神作人的居所的地方 在1A那里 摩西在诗篇九十篇 说了一个很奇怪的说话 他说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珠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未曾造成 从耿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归回哪里呢? 归回去神那里 这个居所呢 第一个天国的一个最宝贵的地方 就是 原来神是我们的居所 简单来说 好像回家那样 回家那你和你爱的人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回到家了 如果你回家那你的太太 你所爱的人 你的丈夫 你的子女不在呢 你觉得 虽然是一间屋 但是没有意思的 原来神是我们的居所 所以耶稣也是说到 我们住在他里面 他住在我们当中 神是我们的居所 这个是一个很宝贵 为什么? 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爱神 一个爱神的人 他愿意回回神那里 你知道神爱他 神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祂是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我相信摩西在抗疫里面 做了很多很多喪礼 我做牧师也做过很多喪礼 喪礼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 一个地方 想到人力归回在哪里呢? 我有做过一些喪礼 一些很年长的 有些喪礼发现很年轻就离开世界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最可惜就是 有些人他没有认识神 就离开世界 他不知道去到哪里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成为神的儿女 神是我们的居所 这个是一个天国最宝贵的地方 我们归回神那里 我们认识神 我们可以面对面 见到神 神可以回到家里 住在神当中 这个天国的一个宝贵 第二呢 天国的宝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相聚的地方 天国是神众儿女们团聚的一个角度 路加坊说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就是东南、西北 都有人在这个天国里面坐直 好像去饮一样 一个很大的延直 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 支持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意思就是警告就是说 有些人以为他进到天国 其实是进不了 有些人他以为他进不了天国 其实可以进到天国 这个是特别对犹太人来说 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 他们可以进到天国 但原来是未必的 因为如果他们不是真心相信主 不是真心接受耶稣的话 他们不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 反而全世界东南、西北 很多人所称为外邦人 他们心里面信主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 将来在天国是能够相聚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亲人 已经离开世界 你想他再去见他一面 都看不到 但你很想将来在天国都会见到他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日子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究竟我们能不能够在天国看到我们所爱的人 我又想想天国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那些伟大的人物 看到保罗、看到彼得、看到若翰 我觉得很奇妙 在天国里面 大家不用挂名牌 你可以知道他是谁 很奇怪 你知道他是谁 所以天国在相聚 很高兴很高兴 一起相聚 我自己很想见一个人 是谁让他离开世界 就是我爺爺 我爺爺很早期就来了美国 在北美洲 我爸爸三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世界 所以我从我爸爸的口中 不清楚知道我爺爺是怎样 只是知道他有基督徒 他来到美国的地方 开来他是教书的 他后来做了传道人 但是我没见过他 也不知道我爺爺究竟他在三藩市 或者在普特林 这些古老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 不知道 但是我一天相信 天国见到他 他可能就见到 啊!大卫 我就是你爺爺了 可以介绍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候 见到你所爱的人 天国是一个相聚 彼此相聚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所爱的人 然后发觉他们是不在天国里面 我们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 所以天国呢 第二个吸引力就是我们可以和中圣徒相会 天国的第三个吸引力是什么呢? 第三个吸引力就是 天国那里是没有痛苦 没有死亡的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在宝座的主耶稣神那里说 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事 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那使徒约翰呢 在启智里呢 他见到很多仪仗 然后呢 这个呢 特别说 这些事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 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的 不是一个仪仗 是真实会发生的 就是天国再没有死亡 天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那神创造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暂时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 这个世界 神永远有死亡 有痛苦在当中 但我们人以为幸福 在这个世界幸福是什么呢? 就是很完美的世界 不会有死亡 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 有晚上有早晨 有黑暗的 有光明的 现在看到这个地上的世界 但是将来天上是没有黑暗的 甚至承认天国是没有海 没有死亡的地方 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这个世界上不是完美的 所以人会有饥饿 有饱足 有贫穷 有富足 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地方 但是将来这个天国 我们去到神的角度 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没有死亡 哇!真是多好啊! 没有死亡 不会死的 我们没有眼泪 将我们眼泪 抹干的神 是安慰我们的 这个天国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 我们想象不到 天国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 但是我们只要凭信心 这个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事 天国是一个原理的地方 所以天国近了 我们要盼望进入天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第二大点 我们要努力跟从这位天国的王 就是主耶稣 圣经里面有个字 讲到努力 努力要进入天国 努力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人 是很多东西 不需要我们努力的 我们都可以得到的 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努力读书 你就一定没有知识 如果很多东西你学坏 你不需要努力的 你知道的是我们说 本屁离 放屁离 你需要有坏的身体 你不需要努力的 你只需要乱吃东西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运动 努力就是说 我们做一些事情 是违背我们人的本性 我们进入天国 我们要做一些事 是违背我们人的尽性 要去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谦卑 努力的是什么呢? 谦卑进入神的国 耶稣说的八福里面 第一个福气就是什么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 虚心是什么呢? 是倒空一切的意思 是知道自己贫穷的意思 虚心是说到极度贫穷的意思 我们不拿着一些 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 我们不拿着 虚心是倒空的意思 虚心 能够虚心 知道自己没有的人 就有福了 所以有行方的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作神的乙女 我们怎样才可以接待神做我们的父亲呢? 我们要虚心、接待、接受 我们要谦卑自己 谦卑绝对不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骄傲的 人的本性就是将我们有的东西觉得 那就是足够了 但是虚心 原来我们要进入天国 我们要努力跟从天国的王 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当中是多久 或者你可能自小在教会里面 但是你是否真是一个基督徒呢? 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 所以圣经里面再讲到灰改 灰改相信福音 是一个虚心的意思 人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方向转向了 我们不是靠自己得救 我们要靠接受耶稣基督 才可以成为神的乙女 只要你打开你的心 他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知道靠我自己不可以得救 不可以进入天国 现在我愿意成为天国的公民 靠你赏免我的罪 我的罪是什么呢? 我们的罪是最大的 就是我们不认识天国的王 不认识神的爱 不肯接受主给我们的福音 接着讲了一个更加努力的意思 原来我们进入天国 是要跟从天国的王 就是耶稣的跟从主 的跟从者 圣经里面讲门徒 原来我们做天国的公民 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要付出代价 有没有付出代价呢? 讲到我们中国人 我们很想 就是不想付出代价 说真的 我们很容易有便宜 是不是? 很多人信耶稣都是一个便宜的福音 我不需要付出代价 将来就得够了 一定得够了 所以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不需要付出代价 这个付出代价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点是可以放下 放下一些东西 是付出代价的意思 在《路加福》里面 耶稣就说到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性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哇!这个代价很大 是一个爱 是全心全意 最爱是谁呢? 最爱就是我们的父神 主耶稣基督 接着他说 凡不背着自己 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背着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我们自己的旧人 我们旧的性情 是钉死的意思 我们要治死的意思 我不可以说 我相信耶稣我是这样 我是这么牙策 这么骄傲的 我是喜欢得发脾气的 我是喜欢这样 耶稣说你要治死这个旧人 背起十字架 你跟从我 他认为第三十三节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这个代价就是撇下所有的 跟从主耶稣基督 这个故事 说到一个有钱的官 年轻的官 他很想得到永生 他又有教养 自小守律法 他就问耶稣 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耶稣给他一个很惊讶的答案 就是你要变卖所有的 周济穷人 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的神不是你的财富 你的神不是你的道德 这个年轻人自小就守这个律法 不是道德 你的神不是你的作观有权势 你的神也不是你年轻有位 你要跟从 变卖所有的 放下所有的 来跟从主耶稣 耶稣也叫他付出代价 信耶稣一定要付出代价 成为耶稣的门徒 努力跟从这位天国的王 就在今世当中 我们放下一切 我们不要随波逐流 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基督 放下一切 或者这一点 我们可能不记得了 原来信耶稣是需要付出一个代价 撇下我们以为可以得的东西 我们宝贵的东西 我想起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然后他们进入这个抗野 然后进入迦南地 在抗野的地方 学习的功课 就是摆下所有的东西 你有没有试过搬屋? 如果你搬屋的话 你要放下所有的东西 才可以去一个新的地方 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我爸爸 当我妈妈过世之后 他就在香港居住 后来我的二哥在纽西兰 他就很想 我爸爸就移民去纽西兰 和他一起 但我爸爸就很喜欢 他就在家里 他把很多东西都收到很多东西 他搬屋的时候 那些人问他 冯伯 你是不是做收买的? 很多垃圾的东西 他就在香港 他就趁我爸爸 刚刚不舒服 进去医院 我二哥做了一件什么事 就帮他扔掉所有的东西 把所有东西都扔掉 然后呢 帮他出院之后 他就没办法了 原来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了 非到二问不可 这个就讲到 撇下所有 跟从主耶稣的一个比方 付出代价 撇下所有东西 跟着呢 我们要努力跟从这个主 也就是一个努力 就是我们再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们要爱神所爱 努力去爱神的群羊 彼得他曾经撇下所有东西 跟从耶稣 他以前的行业是打鱼 但是呢 当耶稣被钉死之后呢 他呢 就灰心了 他就回到本行 他就想再去打鱼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呢? 在约翰福音最后的章 我们看到 他打鱼打不到 耶稣就叫他 把他往右边就能打到 他打到很多鱼 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 那究竟你爱我呢 是否比这些更深呢? 这个意思就是 耶稣说呢 神可以祝福彼得 回到本行 打鱼 神可以祝福他的 被他打到很多鱼 但是呢 神问他 你是不是爱这些东西 比他更深呢? 比特呢 就不清楚自己 是否爱主 后来他说 主呀你知道啦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那么 耶稣问了他三次 到第三次的时候呢 在约翰福音 第21章第17节那里 第三次呢 就对比特说 他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那么 比特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 你爱我吗? 他就忧愁了 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 是否爱耶稣 那么他就说 主呀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怎样回答他呢?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爱耶稣呢? 原来就是我们去喂养神的药 这个喂养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包括了尋找那些迷药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尋找拯救失丧的药 药呢? 以为自己很得的 但是他们不行 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牧羊人的助手 去尋找这些迷药 然后呢? 用神的话语 用我们生命的榜样呢? 来到去帮助他们 成为耶稣的一个羊 放在羊圈里面的一个 耶稣所保贵的羊 是一个封城的生命 我们跟从这个天国的主努力呢? 我们不单止悔改 我们更加愿意赴上代价 而且我们要赴上一个更加积极的方法 就是我们去尋找耶稣所爱的羊 让他们挥入这个羊圈当中 这个完全是违背我们人的意思 我们人呢 就是我们自己顾自己就可以了 我自己独善其声就可以了 搞好自己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要去关心那些迷药呢? 但是主耶稣要猜派我们去关心这些迷药 接着就讲到最后第三大的特点 我们要成为天国的一个大使 有一个使命感 我们人活着在这个地上 究竟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尊贵的工作 是神差派我们的一个使命 所以哥林多后书就讲到 神给我们一个职份 这个职份是什么呢? 要使我们叫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职份 就像一个被一个国家被猜派出来的 是一个大使 这个大使是什么呢? 他没有自己的线路 他愿意成为天国的大使 一个去做他的国王或者他的总统 派他去做的事 这个做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天国的大使 一个尊贵的大使 就是让人与神和好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3A的那一点 我们要成为这个天国的大使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的主权 我们被猜派的 我们生命的主权 要交在主的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有些生命的主权 但是我们不认识到 生命的主权要交给神 所以马大方的28章里面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大使 这个天国的使命 我们称为大使命 但是耶稣说的一句说话很特别的 耶稣就进前来 走前一步 跟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意思就是说你们去的人去的时候 你们是凭着我的权柄 要将你生命的权柄交给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权柄 我们经常想拿着 第一个是一个物质拥有的权柄 掌控的权柄 我们说得或者失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在祈祷 我说是一个功能的祈祷 我们很想得着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失去一些东西 我们觉得很辛苦 原来得与失 权柄在神的手当中 有些时候 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得着一些东西 有些时候 神就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 好像约伯那样 神给祂得着很多财富 祂是当时最有钱的人 什么都有了 但是一夜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财富都没有了 甚至乙女的性命都没有了 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原来神有掌权 甚至我们生命的长短 我们知道在神的掌控当中 所以我们不要拿回这个权柄 我们没有权 我们没有权 我们只是求主的联盟 第二个权柄 就是喜怒哀乐 一种情绪的控制的权柄 有时候我们不肯交托给主 我们人很想我们控制到这种情绪 其实是说回这个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就是 是什么? 我们先说头三样 人爱、喜乐和平 这三样跟情绪很有关 原来我们生命的权柄 情绪的权柄 交托给主 我们才得出人爱、喜乐和平 我们人本身没有爱 我们有恨 我们人本身没有喜乐 我们喜欢拿着恨的 我们人没有平安的 我们有很多弊异 但这些情绪交托给主 作为一个天国大事 我们说一个professional的情绪是什么? 无论在什么时间 得事、不得事 他将这个情绪交托给主 他靠主上上喜乐 所以保罗在他的监督书信里面 说得很特别 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靠主上上喜乐 我好像可以控制到 原来我们是交托给圣灵 与圣灵合作 我们就得出喜乐、平安 一种爱的情绪在我们当中 所以喜乐、哀乐的情绪 要交托给主 第三个权柄是 是恩典施语的权柄 信景或逆景 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恩典 怎样知道我们将这个权柄交给主 是感恩的 你凡是感谢神 你就知道你是将这个权柄交给主 一切得与失、信景、逆景 你都感谢神 有没有为逆景、不顺利的事情 来到去感谢神 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恩典是神的 神给我们 我们有空气、有阳光、有雨水 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在奥利根 我们在西加坡居住的人 很多时候忘记了 原来乳水是神的恩典 黑暗的 直到加州最近 大火、山火 奥利根也是山火 一山火来的时候 原来乳水这么宝贵 原来是一些 以前我们经常说 又下雨了又天阴了 我们不懂得感恩 原来什么情况下 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为了信景、逆景 我们要感谢神 这是一个 是把真典的权并交给神 还有审判的权并 我们人很喜欢拿了审判的权并 申冤 有仇必报 这是我们拿了 抢了神的权并 原来只是神才有审判 当我们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自己去申冤 因为圣经说 申冤在我 神有这个权并 我必报应 神最终有审判的权并 现在不是我们去审判 我们有怜悯 我们去怜悯其他人 怜悯是什么呢? 不是同情那么简单 怜悯是真的愿意付出代价 去怜悯这个权并 为什么我们要怜悯的人 为什么那个杀马里亚人 看到那个人在路上被人打劫 因为他停下来 怜悯一个犹太人的敌人 因为他的权并在神的手当中 他就捧着主给他的这个怜悯的权并 去怜悯其他人 今天我们传福音 我索得 我们最大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呢? 我们不记得了怜悯的权并 我们没有去怜悯一些人 我们以为这个人不信耶稣 就抵他死了 他受苦抵他死了 我们不记得了怜悯 神给我们怜悯的心 接着说了工作的成就 以及工作受托的使命感 人在世上不是追求成功 不是追求成就 我们追求什么呢? 就是完成神所差派我们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说 我的工作就是完成 差派我来者的工作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是一个满足 我们生命里面千万不要追求 好像普通石一样 我要成功 我们追求什么呢? 神托付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完成 这个生命的工作的权并 是一个使命的权并 我们交托给主 接着我们再说 是全年吻的心 向万民作主的见证 我再重复讲这个怜悯 这个天国的大事 其中一个的条件 不是高高在上 他是落手落脚去怜悯 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在哥罗西书 第3章第12节说 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是圣结蒙外的人 就要传怜悯 恩慈 欠序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 与那人有严癖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遥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遥恕 人 在教会当中 神的家当中 我们要实践 我们要实践 彼此怜悯的功课 彼此遥恕的功课 刚才我说到的怜悯 是对外人 对一些未信主的人 我们有怜悯 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教会那里开始 去学习怜悯 去怜悯 第13节说得很清楚 人与人之间有严厉的 有误解的 有些人你不是那么喜欢的 某一个教会是完美 意思就是 不是教会当中 所有人你都喜欢的 人与人之间会有严厉的 会有时彼此伤害 说话会不小心 会得罪了其他人 你不知道得罪哪个人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会伤害你 但是总之是彼此包容 彼此遥恕 这就是说主怎样遥恕了我们 我们要怎样来遥恕其他人 再重回来说 这个努力进入天国 这个怜悯不是我们生出来有的 弟兄姊妹 我们要传怜悯 恩慈 謙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大家细心思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这些质量呢? 如果我细心思想 我自问 我一点都没有 这些不是我生出来的 或者我们可以假扮很怜悯 很温柔 很谦虚 其实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 我们觉得 人家欠了我们 我们觉得 我们不需要谦卑 不需要忍耐 为什么要忍耐呢? 为什么那个人 只得罪我们还忍他呢? 我们是没有的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 主怎样忍耐我们 怎样谦卑 怎样怜悯我们 去学习这个功课 我特别说 全基督连吻向万民 作主的见证 教会 怎样作主的见证呢? 就是教会信徒之间 让其他 未信主的人看到 原来我们一帮人 这帮这么完美的人 可以相在一起 可以予此相爱 是一个见证 我们有没有这个见证呢? 或者我们说一句 简单的说话来说 我们带人来教会里面 是怎样呢? 如果你的朋友 入到你的教会当中 画上觉得一个气氛就是 大家很仇视 你都不想带个人回来教会 你不想带他认识福音 所以教会突然之后 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 教会内部 教会与教会之间 要有这个怜悯 做出主的见证 耶稣说 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 众人又因此认出什么呢?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 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包容 彼此宽恕 彼此怜悯 彼此联盟 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 最后的一点呢? 是说到追求公义的冠冕 保罗在离开世界之前 他写算给提摩泰 提摩泰好像他的儿子那样 他说什么呢?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传立 所信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哪日要刺激我的 不但要刺激我 也刺激凡 爱慕他显然的人 我们先说最后一句 我们是否爱慕神的显然呢? 如果你真心问自己 我暂时未到这个地步 我还未爱慕神的显然的时候 我们就要反省 可能有几个原因 可能你们有些东西未享受过 在耶稣未回来的时候 要先享受一下 要环游全世界 要吃一些最好的美食 你生命的重点在这里享受 你生命的重点不是追求一个荣耀的冠冕 是将来得到主见面的时候 得到主的赏赐 原来我们人世当中 我们追求的是将来神对我们的赞许 美好的仗已经打过 生命好像一个争战 我们跟情欲争战 跟魔鬼争战 跟这个世界的文化争战 当跑的路 神给我们走的路 我们一生的方向 是一个义路 在一条路 是神所喜悦的路 神知道恶人的道 神也知道以人的道路 然后所信的道 神的话语 我们守住神的命令 我们遵行 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死而无陷 是不后悔的 不单止是肉身的死亡 更加是将来 是一个真正的主耶稣的显然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等死 我们等着主耶稣再回来 不知道什么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间 主耶稣再回来 但我们随时做好这个准备 今天呢 你是不是一个天国的功能呢 你是不是神的疑虑呢 天国呢 是一个爱之的角度 是一个爱的角度 只有爱神的人 才可以入到天国 如果你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你必须成为神的疑虑 你必须接受神的爱 我们愿不愿意 渴慕这位天国的主再回来呢 将他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是很渴慕 得到神给我们的称赞 成一个忠心良善的伯仁 我们呢 在主耶稣面前 我们不断地来反省 我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 来去思想成为天国的功能 求主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全世界好像一个很大的灾难当中 我们思想到永恒 现在我们要努力的事 我们要把握的事 就要进入天国 不单止我们自己进入天国 更加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要劝他们 成为天国的功能 接受耶稣的救恩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好像保代那样 这种盼望 在这个世上 这个美好的仗 已经是打过了 我们是一个得性的生命 在这个世上 我们所要走的 虽然是一个窄路 但是我们走了 因为是跟从主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守着神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要按遵主意行 遵守主的介用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你所爱的人 我们愿意盼望主耶稣再回来 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是盼望 好像摩西那样说 主要是你世世代代代 作我们的居所 为愿主今天的华语再次 重新激励我们 我们在生命当中 不断的去依靠你 去学习成为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赶紧恭敬 交托祈祷 奉主耶稣名求 Amen inen Waten Yine 这些东西都要加及你满 哈利路 哈利路亚 若是你把主的国度慰恋 以他正义放在前 父上帝必报仇故念你每天 哈利路 哈利路亚 哈利路 哈利路亚 我们为奉献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丰盛的供应 现在让我们用奉献来敬拜你 求你月纳并分别为成 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是无难成的事 如果教会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求你加添 求你月纳我们的奉献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现在是报告时间 下星期日就是盛餐主日 请看节目记得在顺拜之前 预备好饼和杯 教会 教会的祈祷会在当日的11点30分 就举行 所以成人诸校就会暂停 下个星期 瘟乙壮牧师会来我们正道 请大家在奉献里面 紀念去 而日光节约的时间 未来就会结束 请大家在星期六晚 睡觉之前 将时间 调慢一个小时 记得调慢一个小时 而之前也提过 就是 CB总会 呼吁我们为了大火影响的 教会和附近居民作出奉献 所以如果你有负担的 就记得在个支票的memo那里 就写注明了给CB的 我们收集好之后 就会寄给CB的了 11月开始 我们就会查一本 一起在个成人诸学 就会一起学习一本书 叫明白真道 如果有兴趣 就记得向Christine报名 因应宣教班同学 为了装备自己去 他们想学习国语 而我们很高兴Joyce姐妹 就愿意在网上 开班教授国语 首期的课程 就是两个月的 课程的内容就是 一些拼音 文号语 自我介绍 和一些日常生活用的 对话用的用语 在课程里面 都会用一些诗歌 和金句做练习的 计划就每个星期 就上一次读 每次就打一个小时 暂时就走给 教会里面的大兄姊妹 那就是来近11月 就会开始上课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特兴姊妹 就可以联络Pat 今天报告就这么多了 请大家一起读十月份的金句 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 敬畏的心 是奉神 希伯来书 十二章二十八节 圆着天天 以人包为你 祝你尽他就信心的路 每日没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放心去 尝贪 尝爱 尝欢喜 好 现在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到一同 去领受主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今天给我们 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众人要散离的时候 求主给我们的心 仍然归回 归向你 我们多思想神的话语 愿主耶稣基督 因为你的恩典 是充充足足的临动我们 特别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 当我们在腐难当中 仍然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愿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去彰显 让我们明白 神爱世人这个伟大 让我们成为你所爱的人 也都将你的爱的福音传给他 为了主耶稣 你所差派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深处的居住 不断的感动我们 为我们祷告 也都帮助我们 被圣灵去管治 我们与圣灵合作 揭出圣灵的果子 在生命里面揭出这个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 我们祈祷奉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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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